欢迎来到交涉现场 Pastikphoto.hk的news 很震撼啊 万众期待 听伦整支牙膏 知道整地都是 大家因着线亲了 我们可以这样说话 其实这部真的是一部 非常平衡 和非常好的旗舰级数的机器 各位观众 EOS R3 Mark II 改了个名字 叫R1 我明白的 当你做得最好的时候 很难再超越自己 所以名义上 我上一部已经是旗舰了 所以我给它其他名字 就是EOS R1 跟上一代 跟下面那个R3 有什么分别 现在说完真的是真旗舰 跟那部次旗舰 有什么大分别 其实就可以见到 它的晶片 已经去到它们的容量的极限了 所以今次依然都是那一块Digit X 我想大家用Digit X 都用了很多年了 所以见及此 它就加速这个 以前玩高智能方程式 一个温轮增压 就加了一粒Digit Accelerator 来加速这一粒晶片 由粒晶片去加速另一粒晶片 这件事真的是 还没经过的 不是很像A3 A93都有做这一样东西 就加了这个深度学习的科技 就是简单来说就是AI 其实这些深度学习的科技 大家的手机 尤其是国产 或者是韩国制那些 基本上都已经发挥到 临利尽致了 那今次呢 哇 这个相机公司 全部一次过拿来做 最劲的地方 是不需要经伺服器的 直接在机身里面 就处理了 那最引以为傲的呢 当然就是 它依然的2400万像素 Canon人一直都觉得 够用的 的Simon 那既然这么够用 为什么我们无端端要放大它呢 因为呢 真的被人救病了很久呢 人家个个都四五千万像素 那它2400万呢 是作为一部旗舰级数的机呢 可能呢 又是 讲不上的 那所以呢 又见及此呢 它将那个file 成大四倍 那已经去到差不多一亿的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画面那个 显示呢 其实跟大家手机的情况有点像啦 就是放大了之后呢 那就应该会油画化的嘛 那不要紧要 因为AI呢 会塞一些皮肤下去的 那这件事情呢 如果大家有小米的手机呀 或者华为呀 Honor呀 又或者Vivo的手机呢 都可以试一试呢 开着个人像模式呢 去拍人的 那基本上呢 人那里呢 因为呢 通常这些国产手机呢 拍人的时候呢 人像模式 它会输出一个呢 1600万像素的file给大家的 那呢 你放大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呢 为什么皮肤质感那么厉害呢 因为那些是AI加上去的 那所以呢 就会令到你觉得 那张照片的像素很足够的假象 但是 当你去看其他东西的时候呢 就会出现呢 严重的油画化现象的 那我说的是手机而已 我没有说这一部R1会的 那所以呢 千万不要乱说呢 我们抹黑Canon 我相信呢 Canon这个Digit X的chipset呢 是足够运算整个画面的 后面那些大厦啊 电线缸啊 垃圾桶啊 甚至后面那些 海报上面的字呢 我相信呢 都可以用AI呢 全部呢 Map回去的 我觉得是可以的 因为Canon的科技呢 领先全球的 是的 而质数如何呢 大家就根据那个画面来到判断它的利与弊了 如果官方的发照 拿一张这样的100%的照片来证明它的image quality的话呢 大家就心中有数了 除了这个撑大的像素之外呢 AI都有Denoise的功能 那就是当2400万像素的CMOS 你应该有大ISO的效果非常之好的啊 它都还要把这件事推到极限啊 就令到这个25600相对来说 大家都觉得 会觉得那个ISO比较差 而会有很多 Noise Level的 它都变成这样 25600很高的ISO吗 今时今日 大家都用的啦 大家要留意哦 这两个功能呢 都不是你拍照的时候 那时候立刻有的 是要你拍完照片之后按 可能要等少过一分钟的时间 去美国那边的工作人员是这样解释的 就是说呢 你在工作的时间呢 你按那张照片等一等 所以呢 就省了你很多时间了 不用回到家里入电脑才去教啊 哦 哦 我明白了 我明白你所说的平衡是怎样了 就是呢 没有那么多人用到一亿的 我们用着2400万个数 先拍着 你要一亿的时候 按按键就可以了 不过要等少时间 那些时间你不会浪费在拍摄上面 抄卡那里嘛 所以平衡就是说这件事 是的 所谓呢 硬件不够呢 就靠AI来照啦 那以后呢 ISO不行 不要紧 AI有Denoise Simon不行 不要紧 AI可以撐大 那那些镜头不行都不要紧 你AI做就可以了 是不是 要什么摆这么漂亮的镜头呢 Canon做支351.4红圈做什么呢 用AI做就可以了 那全部都AI的嘛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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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这部机可以去选择那些平价 那些351.8那些 有Marco的 那些更好一些 那些 那部机重了这么多 你当然拿回一些轻镜 这不是很辛苦的 你为什么拿不到两部去拍摄 Donald Trump的嘛 好 那跟着呢 就要说一下 那个预拍摄啦 那其实都很厉害的 是吧 Joy可以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预拍摄功能 那其实就等于你开了预拍摄的模式呢 那部机会保持长路了 就是如果那部机身会发热的话呢 那就等于那部机是不断的拍摄 那只不过呢 在你按键的时候呢 它就会将它之前的20 frame 那我们不是用时间来计的 其他牌子会用时间 那它一秒30张嘛 那预先拍20张 就是不到一秒 它就会将你按Shot 之前不到一秒的时间 就给你 接着就继续拍 就拍到它爆不乏为止 是不是讲得很忠诚呢 好衰啊你 人家现在预拍是RAW來的嘛 你们其他牌子 虽然预拍都是RAW 而且是一秒的 但是大家要留意 它那个高速连拍呢 去到很高的 可以去到40张的RAW 你其他牌子 你其他牌子不行的 除了Sony的A93呢 可以120甲都是RAW 是的 那A93是旗舰机 所以呢 R1呢 作为一部旗舰机呢 它是赢了Nikon的 在这个位置上面 但是呢 预拍呢 就不够一秒 那就输了一点 所以呢 都有一个点 是赢到 这个Nikon的 我们可以给掌声 这部旗舰机 终于争回一口气了 再下去了 就是一向他都在 说到自己非常厉害的 Dual Pixel的对焦系统 就是在CMOS上面 本身用光河的方式 就拿左右两块CMOS 来做对焦 这次更加厉害 它是全新的CMOS 它没有升高到像素 但是它升高了 这个对焦的下能 它现在这个 就叫Cross对焦 就是呢 将左右CMOS 它扭90度 就变成上下CMOS 就是说 这部机 无论你横倒影响 和直倒影响 它对焦能力 都一样这么高的 不知道以前直倒 会不会差一点的呢 以前我们不说的了 因为现在呢 Canon已经是 将整支牙膏 摘到整地都来了 所以呢 大家可以在上面 玩流冰都可以了 比闪电了 好了 接着呢 就是它一个 AI的对焦功能 就是可以呢 认到不同的东西 有籃球 排球 什么都 不同的球类呢 它都是认得到的 那至于有多少种球类呢 Canon里面呢 暂时define 就有三种球类的 包括籃球 足球 还有排球 排球 那如果你拍乒乓球呢 暂时呢 就没有这个AI的 那我想深度学习的 它呢 应该很快都会学习 乒乓球 啦 羽毛球 和保宁球 那各样的球类呢 就会慢慢更新的 相信 嗯 还有我觉得呢 今次呢 这个Canon的摄影师呢 是要加上一个博彩的成份 那因为呢 一个比赛里面呢 他要将他的主角呢 就预先注册的 那譬如是一个 跑步比赛的项目呢 那摄影师呢 就要首先 那一个才会有机会 拿冠军 之后你就要预先注册了 他的样子上去呢 那他就会 track着那个人 来对照优先了 这个是很重要的 大家听我说 其实不只是Canon有的 其他牌子都有的 你拍演唱会后面有很多danser 如果你不lock死 鄭秀文 下下放到后面的danser 搞不定的 搞不了货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来的 还有啊 拍Donald Trump 要只拍Donald Trump的嘛 没问题的 对的啊 Donald Trump 把照片全部都中照的 那可能他有预设了呢 相机的语言里面 那三个型是全部人都是他的focus里面的 哦 那那个前后那个距离不远的嘛 他们抱着一脚 大哥 在那个focal length里面 在那个focal range里面 对不对 在那个焦段和焦距里面 在那个焦段和焦距 不管了 大家明白就行了 在那个景深里面 大佬 你对 是啊 在那个景深里面 景深里面 在那个deft of field里面 是啊 好 接着 要讲眼球对焦 十字形 自动对焦的方法 刚才已经说了 就将那粒dual pixel 橫童直的排列都搞了 但是这次呢 就是见到 如果放了很多钱下去 研发的眼球对焦呢 这次Canon 简直是要延续下去 告诉大家 一定要用这个功能 因为除了这个EOS 的R3之外 R1 甚至乎R5 都特别将这个功能 加强了 如果我们的眼珠 戴了ColorCon 都要确定 你自己的 中招的范围 是要比较容易 让这个感觉 可以预示得到 我有看到片子的 爆炸头都坚持 就算他的眼球的天生 是比较容易震动的话 经过这个设计之后 都容易对得到自己的对焦 因为他看进去的时候 就会看到 只看上去的那个位置 就像那个cursor 就是好像我们现在 用普通相机 你可以用手指公 来按那个screen 来选择你的对焦的位置 那他现在就说 用正眼来看这个动作 是的 遲些呢 等EonMars那些科技 再先进一点 大家植入个芯片 在脑子那里 你可以靠意念去拍的了 那相信Canon 现在在AI上的道路 是领先所有牌子 传统相机牌子 千万不要把那些手机 一起拉来说 因为会输的 那我们在传统相机的领域里面 它在AI 真的步伐是最前的了 现在 那低竿自动对焦呢 就有 哇 负7.5级 很厉害的 那他知道其他品牌 应该都是负10的了 那就输了一点点了 不过不要紧的 因为我们有AI的 那就算负不到 AI都会慢慢在学习里面 应该 哎呀我兜不了了 是不是真的可以 我不是兜 我讲个公道说话 真的 但是呢 他在黑位对焦呢 Canon 是真的领先的 以前 以前真的领先 很可靠的 黑位对焦 已经冒于伦比了 当时 就是负7.5级EV 那现在其他品牌是负10EV 我兜了 10减7.5就是2.5 2.5 已经兜不了了 好 是啊 是啊 还要人家说负10那部 是那些入门级 一万多元的机 已经负10了 ZF 所以这部旗舰机 是说4倍价钱 就很难够了 是啊 他有一些优势的 旗舰级来说 都叫做拍到6K RAW的 虽然其他牌子 都已经在走8K了 是啊 还要提一提的 是 他Canon自己的RAW 那你还可以选择SRAW 那就可以了 更加小的File 压缩了 那但是呢 如果你 以专业级来计 那个Workflow 你就不可以 就是 和其他品牌去比较了 因为 它是一个 手上的RAW 那如果你喜欢 它那个 Codak 是OK的 因为 那个Codak 大部分人都喜欢的 也都有不少摄影师反映 就是拍片的 都喜欢用Canon的RAW 那只不过呢 如果你说 ProgressRAW 业界那些标准呢 就 只能够在Nikon那里有了 暂时 是啊 那 他都将他可以做拍片的功能 都尽量 capable的都告诉大家 就是 即使你是在拍6K的时候 同一时间都可以 双录形式proxy 多给你2K 那但是 有这个功能呢 而他这么久呢 都没有提到他自己呢 就是可以连续拍摄的时间 在官方位置里面出现了多少的 但是 看到阿Lock都有试过的了 就是大概20分钟呢 就overheat停机的了 哦 它官方有说的 是 是 它说是29分钟停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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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K的 RAW的情况之下 才是这样的 是的 其实很少这样拍的 是不是 一部不行 就买两部 如果真的需要的 我们学过的嘛 是啊 真的很少这样拍的 6K真的不会拍那么久的 但是 真是 都是 长期过一次了 真是要ready 这部机 真是长开 几个小时的 但是 还有一样东西的 其实这部机 本身就是一个 直到送给你 是查不到的 所以呢 是不是真是一部 现今世代 大家 觉得拍片方便的机 都 都未必的 因为 对我所认识 大部分都是 不喜欢这个直到的嘛 那些CAMMAN 所以这部机 应该都是 拍相向多一点的 是啊 兜得很辛苦啊 很兜过 一路说 一路都是沉述 唉 尽力了 就是今次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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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R 那些高像素嘛 那R1 那样再R1 R那样 就是高像素 遲些才出 那是惯例的嘛 CANON都没错的 是啊 听到是惯例 R1 没有高像素的 R5才高像素的嘛 那你忘记了了吗 以前 11 什么 S那时候都有的 很久不久了 S是快的 快些 一向高像素都是R5 或者R5SR才是高像素的 再之前那些 我 是啊 改了就改了 那A93 都是2400万像素而已 雖然人家可以120架RAW CANON呢 只有40架 然後呢 還要很威風地說 贏了NICON 就是這樣 那 恭喜了 終於有位可以贏到NICON 那我們都 很開心 那就 恭喜了 厲害的是 這次 有這個POINT可以贏到 是 嗯 我們期待TING CHAO的答覆 不用了 有什麼答覆呢 我是陳述的 如果你們跟我們交涉一樣 對CANON呢 有一點點失望 又在想轉會的話呢 那你千萬不要貿貿然 去買一部其他牌子的機 然後回家才慢慢試 這樣呢 是很不理智的 我們購物之前呢 最重要呢 就是摸個上手 試了 雖然聽交涉那條片說呢 嘩 那部機很厲害 但是你都一定要自己親身試一試 那 講的就是這一部 Z63 它那個連拍呢 首先就可以連續四秒去拍攝的 P-Shoot呢 是足足有一秒那麼多的 並不需要說幾多張的 那另外呢 它那個防震呢 是有八級那麼多的 是贏了CANON的旗艦級機種的 還有呢 就是 只要你把那條片放進電腦 按一個按鈕呢 同樣都可以呢 等一分鐘呢 放大 和跌到Noise 那最後呢 這一部機呢 雖然說得這麼棒呢 它都只不過呢 是Nikon的中階機來的 那大家呢 不妨呢 就去參與這個活動啦 這個活動呢 這個活動呢 就厲害了 就是天場聯合Nikon主辦的Z63相機體驗獨日 在接下來這個星期一 7月21號呢 那下午3點至4點半呢 就本身 就已經可以去到這個 葵聰這個Studio Meta裡面 那本身裡面呢 就有很多不同的場景啦 還有大會是提供Model 給大家拍照的 那完全免費 只不過是先到先得先報名啊 那麻煩呢 大家就要登入這個網址 這個HGDP下面的一個Beatsly的URL啦 那去到這個Nikon的官方網站裡面呢 就可以打上你自己的聯絡方式 就可以正式登記的啦 那人數呢就有限的 那暫時我們交涉可以拿到的位置就是20個 那所以大家就盡快報名啦 剛才是不是說漏了它有-10EV的對焦啊 是啊 都是贏了的啦 贏旗艦機啊 中級機贏旗艦機啊 價錢是不用一半啊